山林资源是国家重要资产 为了守护国家资产 台东领馆处人员特别利用科技手法 在重点山区利用生态摄影机的方式 组成互联网确实掌握山林的状况 有效喝止山老鼠窃取国家的重要资产 台东领馆处观山工作站的人员 手脚利落地爬上山坡 走入林道的深处 准备进行生态摄影机的安装作业 为了守护珍贵的山林资产 台东领馆处观山工作站 利用科技的手法在林间重要的地点 利用生态摄影机组成互联网的模式 有效地监控山区的状况 避免不效人士进入山林窃取珍贵树木 形式很多种 有可能会是手机这种形式都会有 那只要有一个镜头 它对准我们的目标物 当有人过去它红外线会往前扫 那扫到的时候不管你是白天还是晚上 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人 它全部都会录到手机里面 那这个就是像我们举例之前的这个画面 这样没有人经过 那这下面就会有我们所有的 进出的车辆人 像这个会有一台车 那这个就是动物的 这可能就是动物的 经过像这样子 马上就会通知你 那我们就会很快的时间知道说 刚刚这样子上来到我们的路口 可能我们上来的路程是半个小时 那我是在10点收到讯息 那我可能就一定要在10点半 我一定要在3的出口等它 啊我们要先了解3区啦 如果3区有很多路线的话 原则上要分很多个出入口 而先前互联网也立下大功 成功发现了3老鼠的踪跡 领馆处的人员 则是立即与当地辖区警方合作 成功逮捕窃取牛章目的3老鼠 领馆处以及警方也呼吁 山林资产属于全体国民 切勿进行不法的行为 领馆处以及警方等执法人员 皆有确实掌握相关的情知 请切勿以身试法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